又不敢走大路 只能让小路走了 小杨能聊了 干什么去这事 准备 别动 别动 师哥 你咋在这儿呢 你这身上穿的 这是什么衣服啊 什么傻衣服 这衣服不重要 师外 你现在跟师哥回去 以前的事师哥不追悠 许小四 你这是给日本人当汉奸了吧 你他那才是汉奸的 杨东俩 我告诉你了 要是没你小子吧 老子能成现在这德行吗 他那现在就毙了 住手 带她们快走 别动点开枪啊 跟我追 追 别动 快走 别动点开枪啊 跟我追 追 别动 走 武特大军 武特大军 自己人 自己人 人哪 人我 不知道 八个 就这 安全 管总 迅速把院子的地形摸清楚 好 小博山 找一个最佳的狙几点 好 这是啥地方 你别管了 总之挺安全的 你们咋在太安城呢 兄弟 你先别问我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会被黑皮盯上呢 这事吧 有点复杂 我怕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我记得你们是四个人啊 那兄弟呢 是啊 死了 咋死的 咋死的 让鬼子给打死了 虞天画日指向 居然让抗日分子 打死了两名包办队员 你們太讓我失望了 大總 我嚴重懷疑 菊小四所帶領的 保安隊的作戰能力 吳律長 繼續說 是 我已經監察過了 保安隊的單藥實用情況 今天在巷子裏 保安隊一共開了兩槍 菊小四居然一槍都沒有開 這種情況 實在是非一所詞 難理理解 吳律長 這有啥不能理解的呀 是這樣 抗日分子神出鬼沒的 一會兒從左邊出來 一會兒又從右邊冒出來 今天 從我身後鑽出來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只能躲起來啊 要不然就站著挨槍擋人 八哥 那我再問你 為什麼發現抗日分子 你卻不吹哨子 大街上 到處都是黃軍的巡邏隊 只要聽見燒聲 抗日分子 根本無法逃脫 吳律長 你先別生氣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情況緊急 當時 那不就一下忘了吧 我看 不是這樣吧 你誰啊 我是誰不重要 那些抗日分子才重要 這是有你說話的地方嗎 那些人 舉對勁啊 不要這樣子說話 喂 吕茂恒 你想学什么 尽管学去了 钟总 我不敢说呀 没什么 学去了 钟总 我就是个平头百姓 说出来得罪人哪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吕茂恒 兵野钟总已经向我汇报过了 即刻起 你就是泰安城维持会的会长 级别和保安队一样 请放心大胆地说 真的 那太好了 这我就敢说了 大左 钟左 你们可能有所不知 局队长追捕的那几个抗日分子里面 除了几个国军大兵 还有丫头状的杨东亮 杨德纲 另外 还有一个胡寨的小妮 胡辣梅 小妮就是花姑娘 叫胡辣梅 这胡辣梅呢 就是杨东亮没过门的媳妇 同时 也是局队长青梅竹马的师妹 我们这人哪 都讲个人情了 这回你们知道 局队长为啥不开枪了吧 局队长 局队长 这些都是真的吗 她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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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但是 我也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我师妹 话说回来 就算是我师妹 那跟开枪不开枪有啥关系吗 闭上你的嘴巴 你 提案为期望了 不是 闭眼中处啊 你也想啊 我可是把班鸠山所有的兄弟 全都召集到泰安城了 铁了心归顺你啊 你怎么还能怀疑我呢 局队长 轻者自轻 事已至此 你得总得做点什么 证明自己 证明啥证明 我咋证明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师父胡金翔不是帮了戏的明爵吗 你把他请出来 给各位皇军唱个谈会 没准就能把那些抗日分子给引出来 不是你到底谁啊 咱俩有仇吗 没有没有 咱俩哪有仇啊 我这不是给你解围呢吗 那你这围解的不错 好好想想 以后咋给自己结尾 大佐 你看 他开始威脅我了 够了 据小丝 我觉得吕会长的体意很不错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把你的师父请出来 引出抗日分子 大佐 不是我不去请 我师父啊 年龄大了 这帮子戏呢 调门都高啊 唱不动了 收山了 局队长 如果你拒绝我们 那我只能攻系攻办了 你 将会悲响传统抗日分子的罪名 你的手下 包括警阁保安队 都将受到连累的 乖乖把你的师父请来 为皇军唱戏 顺承皇军 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解决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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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 是新上任的 泰安城维时会会长 吕茂恒 对 兄弟们好 这 这张脸啊 给我记住了 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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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队长 你别生气啊 我刚才说那番话呀 都是为你好 这样 改天闲下来呢 我请兄弟们喝酒 好 我走了 阿西啊 这会长 咋的啊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摆了我好几道 那娘 早晚弄死他 走吧 先回馄队